作为南方菜系 精致也是名菜的特点之一 无论是山珍海味的巧妙运用 还是对寻常食材的极致处理 都能被敏除用匠心 谱出一种食不燕精 快不燕西的饮食文化 在快餐文化盛行的现代社会里 这种精致预显稀少和珍贵 寻味经典 我们将重现名为江湖中 不同流派的精致味道 初来乍到的外地来客 常常会将它误认为是北方的馄饨 事实上 这是敏地百姓喜爱的精致小吃 肉厌 在福州 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小吃店 还是上档子的宴席中 都会有它的身影 五指申科五福名门 天天钱财 敬家门 谢谢 每一场婚礼当中 都有一道非常特色的菜 就是太平面 上这道菜之前呢 都要换很长的一段这个编炮生 是代表着平安 吉祥 主意 家庭温馨 夫妇高森 谢谢 谢谢 来 煮熟的肉烟 皮成半透明状 色如软玉 里面的馅料若隐若现 让人很难想象 它质地清软的外皮 是用肉制成的 猪后腿肉剔除筋膜 并软硬搭配分组后 致愿师傅 要用两斤重的木锤 锤打肉块 绝非毫无章法地使用蛮力 师傅要不断用手 来感觉肉的状态 并随时调整锤打的力道与方向 才能使肉泥细腻均匀 连续不断地垂打 最大程度锁住了鲜美的肉汁 猪肉最终转化成肉泥 才能进入下一个制作环节 比如说拉板车 它有上波有下波 打肉片就没有上下波的感觉 就是从早波飞 一直轮着木垂 从早做到晚 夏天关着板子大汗淋淋 冬天关着身子换了衣服 那个真的我觉得很苦 而且大清早要去买活鲜的肉 不管划风下雨 如果说前期的锤打 是热情如火的力量爆发 此刻的干压 则将就心井如水的均匀力荡 这种随心控制的手工方式 是机器所无法比拟的 一公斤猪肉 可以感知成宽近三米 长约十二米 后仅为零点一厘米的巨浮画卷 这依靠的不仅是柳德的手上功夫 还有超乎常人的耐心 过去做咽皮的是很多 郁大夫在三六年到胡州的时候都讲 哇 大街小巷 一堆吃着吃播善政的大汉 拿着一个木垂一堆一堆肉 门敲 那个就是种荣言 用肉制成的薄皮裹上肉馅 爆出形色飞燕的模样 就成了敏地的精致小吃 肉燕 在敏地 还有一种独具匠心的小吃 可以和肉燕比肩 鱼丸 作为敏地小吃的精致点饭 人们把肉燕称作肉包肉 把鱼丸称作鱼包肉 但鱼丸的制作和肉燕截然不同 用左手抓起软棉的鱼浆 右手裹一勺肉馅放入其中 轻轻一握 再用特制的勺子贴着虎口刮一下 一个鱼丸便完美成型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 鱼丸这一类的 比较高淡的小吃 这个是属于家典行 家典行 是传统福州十三行之一 专营一些精致小吃 所谓十三行 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 福州餐饮业产生的十三个行大 根据服务对象 经营品种范围 商家们建立行会组织 进行行业分工 有的是专门卖换面点 它是以换为主的 有的主食是用粉干面 也形成一个行会 十三行它就相当于武林门牌 像松阴行 双心行 福泉行会 原材料有所不同 当然很多鸡鸭鱼肉 这个是一样的 制作花花也有所不同 菜肴分割也有所不同 十三行之间有着严格的规矩 因此在家典行出售的鱼丸 自然不会在他处售卖 但其他行会也有着与鱼丸 一曲同工的美食 豆腐丸 豆腐丸与鱼丸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它的外皮是用豆腐制成的 大厨需要通过判断豆腐的含水量 来选择合适的豆腐 倘若豆腐太软 便一层稀泥 无法成型 反之则不好融合 一层块状 两个小时的时间 最大程度降低豆腐的水分含量 再用纱布滤过一遍 得到细腻的豆腐泥 加入适量配料 顺着同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直至豆腐泥拥有弹性 菜钻格格 豆腐丸的包质与鱼丸结尾相似 大厨的灵巧双手中 豆腐泥包裹着肉馅 有了完美的形状 在八十度的汤中 豆腐丸的表皮凝固 却有恰到好处的 保持豆腐特有的细嫩口感 十五分钟后便算大功告成 这是属于十三行中 广行的独特美食 广行代表敏菜中间 菜肴最精美的 制作记忆最高级的 作为敏菜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精美的广行菜肴 自然也有着敏菜的诸多特性 例如多汤 这跟福州这个城市 有很大的关系 福州也被称为温泉之城 这里的人们不仅爱喝汤 也爱泡汤 这里温泉涌易 温泉澡堂更是比比皆是 许多老福州早上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到澡堂来赶头汤 有空的时候也喜欢在澡堂里聊天 搓背便是精彩的一天 83岁的姚姓锐是地道的老福州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元老级的名菜大厨 他曾经供职的聚春园 当年便是属于广行流派 广行的菜肴精美与他们所接待的人群有关 湖口通商后许多位洋行服务的广东人大量前来 他们讲究吃科 于是福州菜又加上精广烧烤 便形成了这一流派 这一个流派学习了较多的广东菜的制作特色 还有一些菜馆是广东人投资的 他都用广字头作为他菜馆的名称 比如说广剧楼 广育楼 本地人投资的也有嘉宾楼 广化庄 包括聚春园也学习了广东的烧烤这一类的菜肴 所以他也属于广行 他就是以精细为主 高达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吃养活鱼 活鸡活鸭 一点就杀 现如今 大部分广行菜馆都已不在 但那些精致菜肴依然还是名菜中 匠心独运的店饭 寻找老豆腐 广行的经典菜肴 豆腐要事先用微火煮出蜂窝状 并取出豆腥 再用上好的奶汤炖至充分入味 虽是寻常的食材 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处理和大厨的匠心翘手 脱胎换骨般拥有了不同质感 即使是昂贵的熏肉 也只能充当配倦 豆腐的味道如果没去掉 它那个汤就创味了 它用白汤 奶汤的鲜味 它那边豆腐有空洞的 它会吸进去 它这个做工 花工都很大 你说突然间叫里面要吃完熏肉老豆腐 它没有的 它这道菜 半汤的菜 过去不是用筷子煎 它都热热的 又要用挑根来要 连汤喝进去 热 香 串葱排骨又一道广行的经典菜肴 要做串葱排骨 首先要挑选骨小肉多的肋排 放入锅中 水煮脱骨 此时 火候最为关键 稍微不注意就会把雷排煮老 八成熟口感最好 也最容易骨肉分离 裹上面粉和生粉配出的阴阳粉 再入锅中油炸 蒸粉割绝油分 保持排骨内在细嫩 面粉与油发生作用 形成酥脆表皮 穿入葱段 再入热油三十秒 葱香四溢的同时 排骨依然保持外素里嫩 最后 裹上敏菜最擅长的酸甜酱汁 整道菜肴才算大功告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福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之一 贸易的繁荣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更带来多样的文化 福建人的精神是什么 其中有一个叫做海纳白窗 五口通商以后 外国人来了 他们带来的西餐 那敏菜呢 就随之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流派 叫做汉阳菜 这个类似的这些餐馆 他为了便于管理 那导致成立了一个叫做联谊派 78岁的苏永安 是如今敏菜大师中少有的联谊派 在他看来 联谊派的招牌菜 无疑就是羊烧排骨 做羊烧排骨 要挑选上好的猪蕾排 带点肥肉最好 切成每块四小两 既是为了均匀入味 在旧食也是为了方便售卖 我们买来的这个猪肉 都是一整片的 那我们自己在那边这个菜 比较好的就看来做羊烧排骨 价格以前很是费 一个排骨才卖 最早的时候才卖五毛钱 工资三十几块四十几块 油炸让类排变得香脆 颜色也变得金黄 接下来就到了调味的关键时刻 酱油负责上色和调味 白醋帮忙软化肉质 这道用料简单的菜肴 滋味的好坏靠得全是大厨对火候的拿捏 先大火烧开 再小火慢微 一个小时的炖煮时间 让调料充分入味的同时 前骨排骨的酥嫩 羊烧排 它颜色跟红烧差不多 而羊烧它就用了一些加力粉 让它的口味别具分割 一般你如果做多的话 两头做多 就是一个锅这么大 排骨这个做完了以后 所有人都喜欢 从后来 这个不管是台湾 中南亚 其实花椒来 都很想念这个羊烧排骨 海外文化在闽菜中留下的是一种味道 在闽地上也是留下印记 苍山老洋房 便是这些印记的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以后 福州成了五口同山的口岸 我们苍山的话 1903年的话 就已经有17个国家的领事馆建在这边 苍山的旧街巷中 那些散发着异国情调的老洋房 让这里一度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 大量外国人的到来 西餐的做法也随之而来 联邑派的大厨 将这些做法巧妙地应用进敏菜之中 有一道中西结合的菜肴 被人们称作联邑派的佛跳墙 同样汇聚了山珍海味 羊菊失险的食材里多了些拨来品 不同食材要依各自特性提前处理 这是一个繁琐的工序 更需要大量的时间 想融合了猪骨精华和鲫鱼鲜美的奶汤中 依次加入不同的食材 每种食材所需要的火候和时间 全靠大厨拿捏 晚上要出这道菜 他上午一斤就把这些原材料 该下锅的他都微一下入味的 放那边了 那等一下呢 全部粘汤下去 它就是定位的 定位型的还是咸是蛋 那最后炒粉 面粉和猪油按比例融合好 再加入煨制好的所有食材 天香增稠 撒上面包糠 就能进入关键的最后一步 大火烧热铁锅 再迅速倒口在菜肴表面 铁锅上的热力 让菜肴表面迅速凝结 浇入热油 香气四溢 外酥里嫩 这些精致菜肴 虽然也不多见 甚至可能即将被人遗忘 但美味背后 凝结着民地的风土人情 和历史印记 以及无数人的用心创造 派系的边界 早已经在时间的长河里 慢慢模糊 但这些精致的菜肴 已经慢慢汇合成 一股深厚的美食源流 不论是平民百姓 还是敏菜大厨 他们都用翘首将心 书写出了敏菜中 关于匠心独运的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理想中的居酒屋应该是有好喝的酒 好吃的东西 那是用现代人的话来说 食物它本身也是一种治愈 在去上的居酒屋这块 我们的厨师团队啊工作伙伴都偏年轻化 所以会把我们这些元器啊 做的菜品啊带给客人 感谢观看